谁让你们受养了 谁允许你们受养的 今天我要给你分享一个好消息 梅志强找到了 他的生父呢 有千万资产 养父有一万资产 这个时候呢 我看到网上有一些人说呢 梅志强被受养在了一个幸福的家庭 过着幸福的生活 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 这种幸福是建立在别人原生家庭的痛苦之上呀 谁让你们受养了 谁允许你们受养的 25年 他的父母找了25年 你想想这父母的心里面得有多么的痛苦 我看到他的父亲用颤颤颤颤的手 抱着自己的儿子 哽咽的说 我们找了你25年 在每一次过节的时候 我们都会摆一副碗筷 你的妈妈有无数次都不想活了 你想想 哎呀 这些年父母的心得多么的难受 得多么的痛苦 这些个人贩子呀 简直是丧尽天亮 孩子对父母来说是什么呢 是心中冉冉升起的太阳呀 他们让这个太阳一下子陨落了 真不知道这些人呢 他的心是什么长的 扒出来看呀 到底是什么颜色的 简直是丧尽天亮 梅志强能找到呢 要特别感谢一个人 叫杜小华 他的儿子杜后奇呢 到现在还没有找到 哎呀 你想想一个父亲 咱们 去尽天亮